大家好啊 今天晚上想给大家讲一个鬼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 我给大家保证这个故事 所有的模糊地带 我都不会自己去天之家业 去补充它 我是还原这个故事的所有真实的东西 还原出来 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 我之前是一个无神论者 就我不相信有鬼神存在 我胆子也很大 我小时候的时候 一个人穿坟地 半夜一个人穿坟地 一个人都没有 静悄悄的 穿树林 我都敢穿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读小学 读初中的时候 我都是一个人玩自习 一个人回家 从学校到我家 走路估计要40分钟 差不多 40分钟走得慢 还不止 小时候个子又小 腿的步子又短 我走惯了夜路 所以我小时候很胆大 我一个人在家里 看恐怖片 看卫士尼系列 也不怕 一个人在大房子里面 看恐怖片 也不怕 我胆子算大的 所以我一直不怕鬼神这个东西 别人跟我讲有鬼啊 有什么的 我说有鬼 在哪里 待过去了 我每次还是这样子的 当我怕有鬼的时候 我心里会这样想 有本事你先生给我看 那我就证明了 这个世界上是有鬼的 你给我看 我不怕 我就那种 胆子很大的那种人 但是呢 这件事情经历过了以后 我对鬼神这个事情呢 从完全的无神论者 不相信鬼神 转变成了一个半信半疑者 就是说 用英文讲就是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者 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有些事情 它存在不存在 你不能讲它存在 也不能讲它不存在 因为因你的知识 结构和你的认知能力 你不可能知道 它存在不存在 就像蚂蚁 以它的认知能力 它不可能知道 还有木星这个东西存在 还有火星存在 它不可能 它永远不可能知道 这超出了它的认知范围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世界上 这个宇宙里面 一定有一些东西 完全超出人类的 目前的认知范围 所以我不能讲它不存在 或者它存在 我只能说 我不知道它存在不存在 我变成了一个 怀疑论者 好了 我要谈这个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2007年 对 大约是2007年的中旬 大约是中旬 我当时在江西九江 一个地方 具体城市 我就不讲了 具体的地方 我就不讲了 做总经理 我当时 监管一个 酒店下辖的 也不是下辖 就是监管一个娱乐城 就是类似于那种 滴八 我管理这个娱乐城 这个娱乐城 曾经很 很风光的 后来那个总经理走了 老板就说 来吧 反正你这个酒店 还是你管 这个娱乐城 你也一起管一下 我就想把这个娱乐城 做起来 当时呢 做娱乐城 这个行业 湖南的班底 做得比较好 就是湖南人 在娱乐上 做得比较好 所以我请了 一批人 一个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 一个副总经理的助理 然后还有两个 dance 就是跳舞的女孩子 两个 然后呢 这四个人 从湖南过来 我当时就面临着 给他们找地方住 因为他们刚来嘛 对不对 不可能天天住旅馆 你刚来第一天 第二天住旅馆可以 但是长期给他们安排一个宿舍 然后呢 还有 那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娱乐城呢 要重整旗鼓啊 我 我把广告打出去了 就有之前的一些员工 又想回来 有一个也是个dance 应该也是个dance 它具体是什么 我现在忘记了 反正就是说 就是三个女孩子 两个男孩子 我跟他们安排个住宿啊 于是呢 我就在我们那个住的地方 后面一条 那个路叫北京路 如果我没记 北京路啊 还是南京路 记不清了啊 记不清了 就是我住的地方 后面一条路 那个路呢 比较成就啊 我在那路上找房子 找了很久啊 结果呢 我发现了一栋楼啊 是独门独户独院的 这个楼呢 是坐北朝南的 但是呢 它南边是没有门的 它的门从北边进去 就是说 从北边进去以后 再绕到前院去 它前门是对着南边的 它的正大门 实际上是朝北的 它的房子的方位 是坐北朝南 但是它的正大门 是朝北的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类似于 它这个U-turn 是一个转弯形的房子 它房子是正的 但是它的院子呢 前院再弯过来 这个大门朝北边 独栋房子 带院子 两层半 房子比较成就 大概盖了 就我当时看来 大概盖了30年 或者20来年吧 算是一个 很成就的一个 两层半的房子 是450还是550 我忘记了 这个房租 很便宜 比周边的同类型的房子 都便宜啊 我说这房子这么便宜 我就打电话给房东 就把这个房子租下来 我看房子的时候呢 进去看 这房子很成就 里面还有很多 很老式的家具 都是爷爷辈的家具 也不扔掉 你这东西没什么用 是吧 本身房子就旧 还有些老式家具放在那里 还有那种 小时候的那种 收音机 放磁带的收音机 还有一些老的床 什么的柜子 总是都是老东西 橙色摆放也比较老 然后呢 我在他院子里逛了逛 他院子里面呢 有些地方烧了一些东西 就类似于我们讲的 烧了一些纸钱 或者烧了一些这种 给这些 祭祀祖先啊 或者是祭祀已故的人 这种烧的东西 一些东西烧到那里 这个院子的围墙上 贴了一些红纸 纸条条 这么宽这么长的纸条条 贴在那里 其中有一个纸条条上 写了百无禁忌 四个字 百无禁忌 贴在上面啊 有一个细节啊 引起了我的注意啊 就是贴这个百无禁忌 这个纸条子 贴上去以后啊 贴上去以后呢 这个 这个纸条的 比如说啊 我拿这个ketchup 番茄酱 贴上去以后 这个下面 滴了一滴 这个 滴了大概这么长的一个 一个 因为红纸 它会褪色嘛 不是褪色 就是说 红纸 它是红色的那个 颜料啊 留下来 这个留下来的这个颜料呢 看起来啊 不像是从纸上面留下来的 而像是 从这个贴的这个墙壁的 墙壁上留下来的啊 就给人感觉是 里面有东西留下来 再贴了一张纸 而不是贴完纸以后 有东西留下来啊 而且正常情况下 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面贴对脸啊 如果是因为下雨啊 或者是因为打湿了什么的 那个红纸 褪色了 留些红的一些 那些 颜料下来的话 它应该那个纸上 也会沾染到啊 然后它留的地方呢 那个纸应该也退了色才对 但是那张红纸贴上去 那个纸是完整的 那个纸的红纸 没有任何地方退色啊 只有那个地方 滴滴滴滴下来 就看样子 就看起来像 就看起来 不像这个滴的那个东西 是从红纸上滴出来的 就类似于 里面有东西 在滴滴东西出来 被红纸 被一个百无禁忌 贴住一样 这是个小细节 因为当时我很着急 要给这些人租房子 所以呢 我就没有太过于去 去看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烧点东西很正常 贴个百无禁忌 贴个吉祥如意 这个东西也很正常 也没什么 没必要多想 本身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更没有去想 往深处想 也没有想 我就告诉他们 给你们租房子了 让他们搬进去 他们就搬进去了 搬进去了以后 我都忘记了是第几天 很快 就几天时间 我们在外面吃饭 那个常务副总经理就跟我讲 他说 你知道吗 那个那个dance 有一个叫小雅 还有一个叫什么 忘记了 他说小雅他们搬出来了 我说搬出来干嘛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我不知道啊 他说我以为你知道的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他们为什么搬出来 他说那房子不干净啊 我说不干净是什么意思 不干净打扫嘛 他说不是 那房子有问题 我当时就 我当时就 我当时心里就想 反正我已经 做足了我的工作 至于你住不住是你的事情 你们女孩子啊 觉得这房子有点老 不开心 想住新的房子 是吧 那是你们的事情 反正呢 我包住 给你们把住安排了 你们不住是你 不要这个福利 那我不管 我已经没多想 我就认为小女生 可能觉得这个房子 太成就 我就没往心里想 第二天 就是那个老人公 那个男子 那个女孩子 她跟我讲 她在房间里失窃了 我说卧槽 我这么快啊 她刚搬进去几天 就失窃了 我说你自己 自己注意一下 她说他妈真倒霉啊 别人都不偷 非偷我的东西 钱也没有丢啊 她说我钱也没有丢啊 她说柜子被人翻了 那钱还在那里啊 我说 我说这个贼啊 现在还 看不上你这个小钱啊 可能想翻点金银财宝 结果没翻到 大家就发一顿牢骚 就没有了 又过了一天 还是这个女孩子 她说我不住了 我说怎么呢 她说我的钥匙 开不了我的门 自己的钥匙 开不了自己的房门 她说这个钥匙 我进来的时候 我都是用这个钥匙开的呀 我都开过了呀 后来我开不了自己的门 后来她是那个被 被另外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副总经理的助手 一脚把 就把门踹开了 她说这个房子不行 又是失窃 又是开不了门 前几天 那两个钥匙要搬走了 她说不行不行 我也不住了 好了 这个女孩子也搬走了 五个人 三个女孩子搬走 我当时仍然不以为了 我说他妈的 我说这女孩子 女孩子就是 就是矫情了 搬走吧 就说还有两个男孩子 在里面住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 这个房子 有一点点怪异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想法 这后呢 还能浮现出来 我这房子 是真的有问题 还是怎么样呢 我已经开始 在想这个事情 但是呢 依然没有往深处想 又过了没几天 那个副总经理搬走了 他说我不住了 他跟我讲 他说我不住了 你这房子有问题 我说你别 我说你别跟他们一起起哄了 我说你是男的 你也起哄了 女孩子 很多明堂经是吧 你这个男的 你也起哄 他说真的 你这个房子有问题 我问他 我说什么 你说 他说我不说 我不说 我不说 反正我不住了 他就搬走了 最后剩一个人 就是那个副总经理的助手 他姓蔡 我跟他现在还有联系 湖南人 个子不高的 龙眉大眼 他胆子很大 他说 我是不知道 他们讲什么房子脏 我是不知道 我没事 他在那住 结果他一个人 住那一栋楼 他说他们走了好 那我一个人住 也不受人打扰 我说是 我说你别跟他们一样的 一生一鬼的 那这个房子 就给你一个人住了 什么时候我也不给你 搬过去好了 给你们 给你做个伴 然后呢 这个整个 从他们搬进去 到最后 事情的最后 中间也不过是 一个礼拜的事情 这是一个礼拜之内 陆续发生的 最后这个 清菜的 我叫他小菜 也搬走了 第二天早上找我 他跟我讲 我是半夜里出来的 我说你怎么半夜出来了 他说半夜里 我起来上个厕所 然后呢 回到我的房间里睡觉 我迷迷糊糊中 我感觉隔壁有人说话 他说不可能 隔壁都搬走了 没有人 怎么会有人说话呢 他觉得自己是没听清啊 怎么样 他就 再咳一下 让自己知道自己是清醒的 然后顺便把声音咳出来 看自己能不能听见 咳完以后 好了 隔壁没有声音了 他说是不是我听错了 什么的 好吧那我继续睡吧 准备睡的时候 旁边又开始说话 聊天 他吓得 他确信他这一次 又听到了有人说话 他确信旁边是 隔壁是没有人的 他吓得就 什么也没拿 钱包也没拿 钥匙也没拿 手机也没拿 就从二楼 穿个拖鞋就跑下来 推开门 推开院子就 就出去了 接下来白天 让那个常务副总经理 陪他回去拿手机 拿钱包 他说我不住了 那房子真的有问题 到这个人离开为止 我为这五个人租的房子 所有的五个人都搬出去了 听他们讲完所有的故事以后 我觉得我才联想到 当时我看的那个百无禁忌 我就想一个正常的人 家里干嘛要贴百无禁忌呢 而且贴的东西那么怪异 贴上去 像后面滴滴滴血 的确那样的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去添加 任何的故事情节 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我 都是我当时 真实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们都都在讲 那个地方 有问题 这房子有问题 我说你们 我当时还是 嘴上还是说话 我说你们 编故事编的太离奇了 我辜负了我一篇好意 帮你们 帮你们租房子 你们现在居然全部搬出来 你现在房子空在那里 你叫我是怎么搞 退掉还是不退掉 他说 你要不信的话 你去住 然后他说 这个房子 你有没有仔细的 打量过 我说我也 我也没仔细打量 我住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眼 还可以就可以的 他说你去看一下吧 我走吧 我们去看吧 白天 大白天的时候 我不记得是上午还是下午 大白天的时候 他们就陪我一起去 男孩子女孩子都有 陪我一起去 这个时候 进那个房子的院子 我就才想起 这个房子为什么这么便宜 它朝向不好 这是个老房子 然后就贴了个百无禁忌 当时我又看见 这个房子里面烧点东西 所有的这一切 以及他们都陆续搬走 所有这一切全部联想起来 不免让我再次看 这个房子的时候 可能我内心 就已经 就感觉到这个房子 可能有点异样了 然后呢 到了那个房子 到了院子里面 他说你去看吧 我们在下面等你 我说你那么单小鬼 大白天的怕什么 我就进去看了 一楼 我当时租房子的时候 并没有每间房 每间房仔细看清楚 我就看了一栋楼 是吧 有几个房间 我数一下 瞄了一眼 就租下来了 因为不是我住 然后我进去 他们在院子里 说话 等我 我进去 一楼 依然是那种 很成就的那种 那个陈列 就类似于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陈列 房子的陈列 以及一些家具 墙壁也是老的 漆也没有 有些漆也掉了 这个抹的石灰 有些也发霉了 这房子确实是不太好 一楼 一间房 一间房看 没问题啊 哪里有鬼 你们不是怕鬼吗 哪里有鬼 没有啊 然后我就去二楼 二楼上去呢 二楼楼梯上去 到了二楼以后呢 是三个房间 它二楼是没有 好像是没有听的 是有听还是没有听 反正是三个房间门 三个房间还是四个房间 三个房间门 三个房间还是四个房间 它的格局是 对四个房间门 我上去以后啊 我就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看 按顺序来 在个房间看 没东西 在哪个房间 进去转一圈 没东西啊 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 第三个房间 大家看 没东西啊 你们这些人装神弄鬼 然后大家第四个房间 没东西啊 关上 那个第四个房间门 关上那一刹那 我突然发现 什么事我没看清楚 大概是 我想再看一遍 打开 打不开了 那是一把转锁 转锁啊 就是一拧就开了啊 我一拧 打开看 关上 那个门 那个门一关上 我觉得还有东西 没看清楚 我想再看一遍 撞不动了 门开不了了 我当时那个门开不了了 我就立马想起那个 那个老员工 他自己的钥匙 开不了自己的锁 想起那个事情 跟这个事情联想起来啊 与其说我是害怕呢 不如说我是把那个害怕的情绪 转成了愤怒 好好的 就开不了锁 我就拧啊拧啊拧啊拧 一直到拧拧 妈的 我就踢一下这个门 开不了了 然后我在脑子里想 那是什么呢 什么我没看清楚呢 一个东西没看清楚 第二个门开不了了 就让我这个内心啊 就真的咯噔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因为进不去了嘛 好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二楼看完了 我去三楼 他二楼到三楼的那个楼梯上 是很昏暗的 因为这个 从二楼去三楼 并没有并没有窗户啊 他三楼的门又是关着的 所以呢 没有阳光射进来 也没有灯 所以虽然是大白天 但是从二楼通往三楼的那个楼梯 是基本上是一片昏暗 因为我 我依次开房间门看 开完以后我就把门关起来了 所以整个二楼的门 都是四个门 都是关上的 没有窗户啊 然后呢 到三楼的那个门又是关着的 所以二楼到三楼的那个楼梯 就很昏暗啊 就昏暗到你看不见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一楼看完了 二楼也看完了嘛 我就去三楼啊 我就往三楼走 楼梯是这样的嘛 上去再这样 楼梯都是那种常规的楼梯嘛 我走走走走走 走到二楼到三楼中间那个地方的时候 砰 我踢到一个东西啊 就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的路 砰 我一踢 我一想 这可能是一个沙发 或者是一个什么 木箱子 就类似于这种东西 挡在这里 一踢 也本身我就在想 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没有看清楚 然后呢 所有打不开 然后呢 这个东西又很昏暗 整个那个氛围啊 就让我觉得就有点 小担忧 小担心 小害怕 结果走路走得好 还踢到一个东西 我非常把所有的情绪 全部变成了愤怒啊 我就 什么鬼东西 当这里啊 我就用力一踢 就把那个沙发还是什么东西 我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我就用力一踢 砰踢一下 这个手从二楼 可能就是我开的那个门的 那个方向 传了一个声音 谁 我猛然回头一看 什么也没有 安安静静啊 什么也没有 那个时候 我浑身的汗毛孔 全部竖起来 我头发都全部竖起来了 撑着我的衣服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被那句谁 吓得我浑身汗毛 全部撑起来 我往回头一看 没有任何东西 这个时候呢 我快步 跑到 跑到三楼的 拼顶 就是那个天台上 一脚把那个三楼的门踹开 是一个破铁门 踹开 踹开以后呢 我就站在三楼的楼顶上 往下看他们的说话 我就问他们 刚才你们谁讲的就是谁 他们说 我们没有讲话 我们在这聊天 我说你们肯定什么能讲的一句话 谁 我们真的没有讲话 我们在聊天 他说 你是不是见鬼了 他们就是 就是那种很 很 很平常的心态 就跟我讲 你是不是见鬼了 我当时自己也知道 这个声音不太可能是从外面出来的 而且声音那么清晰的从二楼发出来 不是从院子里发出来 而且不是那种 我一踢东西 马上发出来的声音 我自己内心也知道 不可能是他们发出来的 但我呢 又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 我只能认为 既然有声音 那肯定是人发出来的 既然是人 那这屋子里没有人 那肯定是你们了 我就这么推着 虽然我内心也知道 这样推定 不对 声音来源不是那里 然后呢 我也就没有多问 就让这个 三楼的门开着 让阳光射进来 能让我看见怎么下二楼 我就直接下二楼 下一楼 跟他们讲 走吧 我们退房吧 到目前为止 这是我经历的 完整的故事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见什么东西 我只是听见了一个异常的声音 从二楼发出来 退房的时候 我跟房东讲 我说房东 我房租也付了 押金我也付了 我都不要了 因为是我违约了 我不租了 他说那你把水电费解一下 我说水电费 本来我也没有住几天 完全用我的押金 我就不谈押金好了 我房租一个月都还没有住到 我住了个半礼拜 五天 好像是五天 几天 你用我剩余的房租就可以了 几十块钱 十几块钱最多 他说不行 他说你租了就要付水电费 就把我惹怒了 惹怒了 因为这种事情是小事情 在当地都是可以谈的 是没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的 我就访问他 我说你的房子有问题 你房子里面 房子不干净 你知道吧 他说 你不要给我转移话题 反正是你想租的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房东把话题回避了 我当时在想 如果换成一个 其他房东 如果你 你跟他讲 你的房子有问题 你的房子不干净 你的房子里闹鬼 他肯定会暴跳如雷 是不是 我房子这么好 怎么会闹鬼 是不是 他不解释这个事情 说明他内心可能也知道 我现在回想起来 他内心可能也知道 所以后来我就直接不管了 电话挂了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故事 到这里就了结了 在这个故事之前 还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不是在那个房子里 也是在那条街上 我们租的另外一个房子里 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 她跟我讲 她凌晨 四点钟 还是三点半钟 听见马路上 有很多人 在跑步 我当时讲不可能 这条路上 不是没有体育场 也没有学校 也不是很高密度的住宅区 那么早 四点多钟 凌晨的时候 谁在跑步呢 一群人跑步 他听见 他没有看 他听见 他只是这么说了一下而已 后来也没有考证 这是他告诉我的事情 还有就是 连续几天 连续几天 他跟我讲 我明明走的时候 关了灯 为什么我回来的时候 灯是开着的 连续几天跟我讲 我明明关了灯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 为什么灯是开的 我说你忘记了呗 你这几天见忘呗 其实这些事情 本来如果是一个孤立事件的话 其实都不需要拿出来 提的是小事情 忘记关灯 但是和这个事情联系起来 我就会想 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事情 当时他就说 是不是你把那里的鬼 带回来了 带到这里来了 还有一次是 我在那里好好的 我在房间里好好的 他洗完澡 一脸的这个红 红彤彤 非常愤怒地讲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 我喊你这么多别 你都听不见吗 我说你喊着我吗 他说我 我已经撕心裂肺了 这喊你 你都听不见吗 我说我没有听见 他说 这是不对劲 他说 撕心裂肺 他说他 他说他洗完澡 要出来 打不开门 他在洗手间里面 打不开门 我们只听过在外面 打不开门进去 他打不开门出来 打不开门出来 一直打不开门出来 他就喊我 喊我 我听不见 他用尽散门喊我 我听不见 我完全听不见 他说 他说你为什么听不见呢 这个门打不开呀 那个时候 他就是 我就在怀疑 是不是我去了 那个房子里 把那个不干净的东西 带到家里来了 所以这一连串事情 串起来 我始终在南海里记得 我是一个不怕鬼的人 但是这个事情 改变了我对 未知东西的看法 好了 以上故事 都是我完完全全的 真实的一个经历 我不是在传播鬼神论 我也不是说 我也不想企图说 我真的看见鬼了 我没有看见鬼 没有看见 只是这一串奇怪的事情 发生在那一年的那个地方 好了 如果大家 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 拜拜 拜拜 拜拜